接下来我就要问部长有关执行面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是在一种能力认证上面 来提升专业的标准 我想这个也是可以来推动的一件事情 但现在这些我刚刚提到这些 各种文化产业的职能基准的鉴定 目前你已经发包这个进行的这个案子有几案 签约在执行的有几案 是这个一共有五个案子 跟影视音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产业有关的 是我们你说影视音方面 影视音方面只有一个 怎么会只有一个 我看到了这个资料里面已经有六个 影视的 你有表演艺术展演设施流行音乐 灯光音控影视产业等等 你有六个这个跟这个职能基准有关的 劳务委外案部长 劳务委案我在这个 去年省预算的时候不断强调 像文化部的流行音乐专案办公室 已经是一个劳务委外案专案办公室 你有影视师有影视局 然后你又委外成立一个专案办公室 现在在把这个职能基准又都委外来办理 这个要九个月时间就要花掉1230万 1230万 部长 这个我们一直期待你政策整合 但是你从这个核心业务委外化 到了专案办公室 专案办公室现在又到了 这个职能建制基准又到了其他委外案 我想您会同意就是说 职能基准的建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对整个工业 整个产业的提升是重要的 所以您指的是说 为什么有这些委外案 还是说专案办公室 我已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了 部长 去年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就反对你一再的 把核心业务委外化 那么你已经有流行音乐办公室 这个不是专案办公室 你已经有流行音乐专案办公室 你现在又把相关职能基准基准 不断的在委外化 那个建立职能基准 确实必须要委外 然后部长这个再来 这个确实要委外化 你自己的报告里面 你各国参照的经验 这个职能认证的问题 我请问你 日本怎么做 韩国怎么做 是对哪一个项目 就是这个组织的部分 组织的部分谁来办理 你自己的报告里面写的 你刚刚报告过的 您现在是说建立职能基准 职能基准 职能认证这件事情 是谁来做 你自己的报告 刚才报告过的 对可是我的时间里 只是针对流行音乐 不要耽误时间 你自己的报告里面提到说 日本是国家及民间 共同办理 韩国是公部门 来国家来办理 这个检定跟认证 所以这里面都有 公部门的角色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你全面委外化 我不知道你未来你要怎么做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你就一个短短九个月 花一千多万把它委外化 然后你现在这边保证的东西 我们也不确定到时候 完全让渡的给民间来做会怎么样 你现在所提的 将来由谁执行 实相授受 部长你听委员咨询要听懂 不要每次都浪费我们时间 要重复讲好几遍 所以未来是公部门还是民间团体 部长你的立场是什么 这也是现在的研究的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我要看的研究报告才知道 部长那你的研究报告 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部长我请问你 你的研究案 招标的研究案 我也都全部帮你检视了 你的委外案 这个里面 尤其最近流行音乐相关的 你都用这个非公开招标的方式来采购 然后我就一起检视了 影视局所有的采购案 总数121案 里面就高达31案 是签准非公开招标 然后你未来的认证全部 思乡授受到民间团体 不是说这团体不好 而是你到底你的政策思考 公部门的角色是什么 你并不清楚